注意一点,去听 如来善护念诸佛萨 善护诸诸佛萨 这就把他的两桩稀有的事情说出来了 这个底下的小柱 稀有,里面含着有四个意思 这是六说 七说说不尽的 五亮眼 六说呢,有四个意思 第一个是识稀有 人生难得,佛难遇 说再说,世间人不懂,所以在密,不觉 就了之后知道 六道里面要得人生很不容易 机会非常的渺茫 人生难得 佛在经典曾经举过许许多的比喻 为我们说出这个四世的真相 对人生才能够遇到佛 或者是遇到佛法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佛不在世 佛虽然不在世 佛法还在世界 我们能够遇到 也非常稀有啊 想想想,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 佛的法运总共只一万两千年 我们的人生 要刚刚好在这一万两千年当中 在这个以前没有佛 在这个以后啊,也没有佛法了 佛法灭尽了 世尊这个佛法灭尽 要什么时候再有佛法呢 一定要有佛出世 佛才讲经说法 那么底下一尊佛 弥勒佛 弥勒佛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呢 弥勒夏僧经上说过 以我们这个世间年月来计算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弥勒佛到这个世间来 实现成佛 你想想看 五十六亿多万年 那有佛法了 你纵然的人生也没用处 你才晓得 这个实真是稀有啊 一万两千年比起无限的时间呢 好短好短的那一站呢 我们就生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生在这个里头 不容易啊 真难啊 第二个 处稀有啊 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发挥不能成就啊 第三 德行 这个德是如来圆满的果德 因为佛所说的 是如来啊 果德 全体的流露 不是如来所证的果德里头的一分两分啊 一分两分呢 别的法门啊 其他经典啊 这个经典是圆满的果德 所以古人盼这个经啊 圆教啊 圆教是圆满的法轮 圆满果德 所写 德行 我们能在这么少的文字 五千多字的这样一部经典当中 得到世尊所证的圆满果德 你说这个德行 第四 四行 这个四就是指 指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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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指 金刚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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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为我们讲别的 为我们讲这个稀有的大法 和上面四个意思 真正是稀有难否 我们今天遇到了 正如同 世尊在本经后文上所讲 成就地与 成就地与稀有功德 于这个地方的稀有 前后呼应 前后照应 所以我们要珍惜 这个机会 珍惜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地方讲经 是在也很稀有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讲 连星期假日也照常讲 大家听经 要把一些琐碎的工作应酬都要放下 你才能够天天来讲经 才不至于缺阔 这个也很稀有 现在一般讲经 说实在话 一个星期讲两天 讲一天 便利是你能够抽出时间来听 像我从前在台中 礼宾南老句子讲经 一个星期讲一天 为什么要这样讲法呢 便利大家了 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听完 一堂不缺 因为天天讲 你就不可能 有些应酬 有些家里事情 就不能来了 我们这个天天讲 假期都照常讲 你要每一天都来听 一堂不缺 第一席话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念 请先开金本 第二卷 第六面 第二卷第六面 道书第五行 从第二个小节看起 世尊是总号 称呼是用之 称佛则表古德 称如来则表信德 那么这个三种称号 在本经随处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用三种称号 一种岂不是更简单吗 何必要用三种 这个称号里面 也含着有许多的意思在 我们明了之后 才晓得 金刚经字字句句句 都含义 无限的声光 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 这才得真实的受用 世尊 世尊 这个是世间 人间天上 佛的身份 是老司的身份 天人司 佛的十种称号里面 有天人司 佛是于老司的身份 出现在三界六道 三界之中 唯有私道最尊 中国故人都知道 尊私中道 唯有私道最尊 因为父母 生我们肉身 肉身得自于父母 生命 可是智慧得自于老司 会命是老司帮助我们 因此在世间法里面讲 恩德最重的就是这两个人 父母 这两个人的恩德 这两个人的恩德是相等着 在古里里面 我们处处都能够见到 譬如最普通 我们见到乘民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理解了 古时候 男子 满二十岁 行冠礼 行冠礼 这冠礼就是戴帽子 戴帽子 就是代表 他是成年了 是大人 不是小孩了 在社会上 大众对他了 要尊敬 不可以把他当小孩看待 那么行了冠礼之后 他的名 不能称他 不能称他的名 那要怎样称呼他呢 同辈分当中的 这些兄弟 同学朋友 大家了 送他一个字 字就是别号 送他一个字 所以从行冠礼 那天起 大家对他称字 不称名 这对他恭敬 所以古时候 有名有字 名字是两个 不是一个 有名有字 女子也一样 也有名有字 女子 十六岁 行冀礼 就是 苏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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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 成年了 冠礼之后 这一生 这一生当中 唯一叫他名的 就是父母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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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父 他的 祖父 对他都称字 都不称名 这是对他尊敬 唯一度 父母 称名 另外一个称名 就是老师 老师 老师一生 称他的名 这就说明 老师的地位 跟父母 是相同的 父母过世了 要父丧三年 就是代孝三年 老师过世了 也是心丧三年 不穿校服 叫心丧三年 那么从这些地方看 中国古代的社会 对于老师非常尊敬 何宽 佛食 天上人间的道士 所以尊称为世尊 世间的罪 一致的人 尊敬的一位司长 称佛 称师分 那么这是总号 总称 别号里面 有十个意思 在此地 就是个称呼 我们在这里 也都 省略了 这个里头有两个 一个是佛 一个是如来 这是十号里面的两种 本经里面称佛 是从他修行正果 他正到圆满的佛果了 是从这上说的 换一句话说 是从四相上讲的 如果称如来呢 那就不是从相上讲的 是从本性上说的 所以有的时候称佛 有的时候称如来 我们一看就晓得了 譬如这段经文里面说 如来善呼念诸佛萨 善呼诸诸佛萨 这个地方不是说 佛善呼念 说如来 如来是真如本性里头 本来就如此 这不是从四相上说 本来就是这样 那么这是都经干经 必须要知道 不仅经干经如此 在一般大臣经上 大概都是有这个意思 我们看底下的一段 世尊路程还原 到世卫大臣去骑士 突破回来之后 回到骑书 结果多元 辱辱不动 他人是动的 从住的经世 到都市里面走了一圈回来 我们晓得一个往返 有十几里路 大概也走一个多小时 不动啊 不动啊 心不动 虽然这一趟往返呢 从来没有情心动念 没有情心动念 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 如如不动 密尸住心 一身作则 迷或神秘 他没有说话 他没有说 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 表演给我们看 让我们从这个四项当中 去体会 去领悟 去学习 这个叫世 是世线 正是家后一年 徐菩提尊者 所说的 善互念 善互付诸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出来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很深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说服 无论在家出家 就是要 就是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我们能够常常存这个心 为一切众生的典型 为一切众生的模范 做出来 做出来 给大家看 这就是护念一切众生 用现代的话 那时候 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了 就是慈离将的密室 佛这样教我们 我们也这个样子 教化一切众生 心量要大 我们 教化的对象 是尽虚空 便伐解一切众生 要有这样大的心量 心量与信德就相应 有这样的心量 广大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到教 心心相应 那么这是真正去做 自己一定能够体验得到 这叫真实的功德 真实的受用 世纪 吃完饭之后 打坐 一念不生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出来了 世尊是一切时一切处 一切境界当中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叫凡复 凡复跟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看出来了 凡复要想学佛 就学着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密实详心 教导我们 如何降伏 往心 往心就念头 往想 咋念 佛这样 佛这样 教给我们 相复的方法 令众去法 这一句话的意思 教大众效法 佛陀 向佛陀学习 正是 托福 纯熟 前面讲的 上护念 是对 所有一切 学佛同修 而说的 甚至于包括 还不相信 佛法的 一切 众生 佛没有 不忽念的 父主 那就是 佛的学生 对学生 才有吩咐 才有祝福 没有学佛的 那对他 祝福是没有用的 他不能接受 祝福就是教导 教你怎么学 就像佛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样子 学会了 那就行了 自行 就是化他 化他 就是自行 自行化他是 一 不是二 如果把它看作 两种事情 那就错了 释迦牟尼佛 生活当中 每一天 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自行化他 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要这样学法 这就对了 以身教 不以言教 完全做出来 这才叫真正的受有 随时随处 我无不为菩萨 我无不为菩萨 正觉模范 所以正所为善 学佛提今日 时看出 而谈为 西游 佛 我无不为菩萨 哪是菩萨 所有学佛的弟子 都叫菩萨 只要你发了大诚心 我今天发心来修佛 我要愿意做佛 我要求生净土 懂这个念头的人 就是菩萨 不一定要受菩萨戒 才是菩萨 受了菩萨戒 而不发菩萨心 还不是菩萨了 真正发了菩萨心 没有受菩萨戒 佛菩萨承认 你是菩萨 真正向佛学习 就是在一切生活当中 我们在这里 得到这个修行的纲领 在生活当中 保持着如如不动 一念不生 这就是金刚经 幕后开导着 不取余像 如如不动 只要学到这两句 那就真的学法 在一切事一切处 无论做什么 保持着外部着相 内部动性 所以你看 他有愿 他的愿是 给使用佛的人 做一个模范 给求正确的人 做一个好样子 这一点呢 要特别留意 这才所谓是善 真正善巧 到了基础 须不提 见到了 明白了 当然 就会效法 就会学习 再看下面 一段经文 第五段 这借着 尊者 向世尊提出 请教 世尊 善男子 善女人 发五六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因云和住 云和享福其心 本经分前后两部 从这个三十二分里面 分得很清楚 前面十六分 是上半部 后面十六分 是下半部 下半部一开端 尊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说话跟这个是很相像 只有几个字颠倒了 颠倒了 意思就不晓得 所以有一些流通的本字 金刚经 前后问的问题是一样 那个讲不通 一样的问题 前面问过了 后面后面还在多数 后面的问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是 印云和住 你看四个字完全相同 就是顺序颠倒了一下 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古本里面是正确的 江优龙居士 江伟龙居士依照古本把他定正 这个意思绝对不相同 所以他没有重复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善 善男子善女人 善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算不算善 佛的经典 有大臣 有小臣 大小臣经典里面 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那个善的标准不一样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称福 要称福 先要符合佛要求的标准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条件做佛的学生 善就是条件 世尊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把这个标准就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第一 忍天善 现在有很多人讲啊 提倡人间佛教 也不错 也很难得 这是说五成佛法 五分是人尘天尘 声闻原觉菩萨 人天善 佛讲了四句 第一个是 效养父母 奉司司长 慈心不傻 修是善意 这是人天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 那么 那么效养父母 是不是对父母 衣食 样样都照顾到了 这就能算 效了吗 没有 没有 诸位要想的 这个校养父母 是从学佛开始 一直到你成佛 都不能离开 为什么呢 要把这个校养 要把这个校养 讲的云语满满 成佛才能做到 因为 不仅仅是供养 衣食住行的 要养父母之志 养父母之心 叫他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这才叫校 这个校还不就近 学了佛的人知道 一定要劝父母念佛 往生净土 清净阿弥陀佛 他真的往生了 这个才算是校 假如父母还在 六道里都搞轮回 那家庭什么校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学佛 在家里就要做一个 好榜样 叫一家人看到你 多欢喜 你一劝他念佛 他才肯相信 你一学佛了 在家里头了 这个样子怪 那个样子怪 家里人总是看不惯 天天闹别扭 那怎么能叫这个 家人信佛呢 家人不但不信佛 而且还在亲戚朋友当中宣传 你们要小心哦 千万不要叫小孩修佛 修佛就坏了 这个叫你父母家人 反而造了口音 这叫大错 这叫大错 那家人或者很固执 不明理 怎么办呢 普贤菩萨不是交给我们吗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要能顺父母啊 要能顺家人啊 比如 这个最常见的 这个家里面生活起冲突的 你学佛了 吃素了 家里的人也吃肉 吃饭 这一下就麻烦大了 天天吵架 天天彼此看的都不是眼 你说这个家里人呢 造业 杀生造业 家里人说你啊 这个奇奇怪怪的 不和人 不不同人情 佛法要开智慧 佛法要通人情啊 你要能够随身 随身呢 逐渐逐渐 去感化它 渐渐地去 启发它 让它明了 素食 也有营养啊 也健康啊 那么它就欢喜了 开始 千万不要拿佛经里面这些话 吃它半斤 将来要还它八粮 还要威胁它 那人家怎么能接受啊 都不可能接受的吧 这根本就是要打架的了 现在要从卫生上说 大家都很重视卫生 从卫生上面呢 去启发它 去启示它 让它多想一想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 随时都奇奇怪怪的病 从前没有 你们想一想说 你看看报纸 看看医院这些病例 三十年之前 没有这么多些怪病 现在好多怪病出来了 这病从哪里来的呢 古人说的好 病从口如啊 你吃的东西不干净的 不卫生的 说佛 佛没有叫我们不吃肉啊 释迦牟尼佛出去拖拨 还有拖的有肉食了 世尊那时候拖拨 人家吃什么就给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拖拨要天天叫人 做蔬菜给你 这不是叫找人麻烦吗 佛大斯大悲 不找人麻烦的 你吃什么你就给我 现在这个小城国家 你看斯里兰卡跟泰国 他们拖拨的时候 他没有吃素的 其实其他一般大城国家 日本的这个佛教 没有吃素啊 不但没有吃素啊 日本这个出家人还喝酒 你这个酒真是大戒啊 五戒就不饮酒啊 他们喝酒 不但他喝酒 他还拿酒去供服 我到日本去参观过啊 日本很多这个大的寺院 我都去参访过 佛像前面说 一瓶一瓶酒供在了这 都是好酒啊 我自己看过 那么这就是 每一个国家地区 他们这个风俗人情不相同 而佛在结晶上 教的我们吃三斤肉 三斤肉 不见啥 不闻啥 不为我啥 这个拖拨了 吃的是三斤肉啊 素食大家一定要想到 唯独中国佛教素食 外国佛教 中国佛教素食怎么来的呢 梁武帝提倡 你就晓得 梁武帝以前 中国这些出家法司 也吃肉的 不过没有听说 会喝酒的 这个没有听说过 他是吃肉的 梁武帝都能切尽 都看到菩萨 心地慈悲 不忍心吃中斋肉 他读了之后 很感动 于是自己呢 就断肉肉食 自己发心了吃素 他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 所以在佛门里面呢 提倡了素食运动 素食运动 梁武帝带头 那么到以后啊 这个佛教 不管是出家在家了 统统都吃素了 好像吃了昏了 那不得了 醉不可舍了 是不是 这个都是很大的误会 你没有把那个前因后 这个历史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来的 可是素食实实在在好 特别是在 现代这个时代 现代这个时代 真是好 这是我们要想的 为什么我讲特别是 这个时代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 肉真的不能吃 问题太严重了 从前你吃的这些猪啊 鸡啊 羊啊 这些肉食 这些动物 都是放在外面羊啊 他一生也过得很自在啊 到被杀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把他抓来 杀了吃他肉啊 平常都放在外面 他很自由自在的 他的心情很正常 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看一样 这些畜生的人 关在笼里头一样啊 换一句话说 一畜生啊 就盼终生见尽啊 你想想看 他的情绪怎么会好呢 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啊 他的心情不好啊 那个肉里头就有毒啊 这个终于要有道理啊 英光大师在文朝里头 特别叫接妇女 大陆上很多这个妇女 不懂这个道理 用自己人来喂小孩的时候 一发脾气 脾气发完之后 马上喂小孩 小孩几天就死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了 发脾气啊 那个奶就有毒 所以印族讲的是 发完脾气之后 至少要两个小时以后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 才可以喂奶 你就晓得 这个脾气也发的时候 身上全是毒素啊 现在养的这些动物啊 一天都晚关在笼子里头 终身囚禁到最后杀他 他那个脾气都大了 你知道吗 那个愤怒是 所以一生呢 都是病菌啊 你一吃了它 怎么能不生病呢 现在肉是不能吃啊 在台湾我晓得 我不知道我外国情形 台湾养猪啊 六个月就杀了 打针啊 打荷尔蒙啊 让它长得快啊 都关在笼子里一样 六个月就杀了 它就飞飞胖胖 解决就杀了 那个鸡啊 是六个星期 也是小鸡生出来之后 就打针 我听说打三针 它长得是又快又肥 都关在笼子里头 根本就没有见过太阳啊 这怎么能吃呢 所以现在的肉食 不可以吃 吃了会得病的 奇奇怪怪的病啊 都从这儿来的 素食里面 你要说素食没有营养 你看我们出家人 很多大法师 一股股都肥肥胖胖的 怎么会没有营养呢 身体都很健康 这你们都看过的 前几天到这儿打水路的 你看看那个 那个蒸蝉老法师 蒸蝉法师 大概有八十岁了 这个上一次我到这儿来的 你们大家看到 鸣山老法师 鸣山老法师 八十一岁 这个都是一生吃长素的 如果说是素食里面 没有营养 那是要大错特错 是你错误观念 所以这个素食运动 实实在在是好 于一切众生 不结冤臭 身心清净 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所以要说一番道理出来 我学佛 是六个月了 我就吃素 我也不是别人劝我的 我是明白其中的道理 晓得 这个素食才是最健康的饮食 才知道 世界人 懂得卫生 卫生 保卫生理 生理健康 重视卫生 吃东西要干净 要新鲜 可是诸位要晓得 现在的肉里头 不干净 不新鲜 你用行为镜一看就晓得了 很可怕 伊斯兰教 比我们一般人高明 他的饮食 他懂得卫性 我们一般人活了 懂 我们之下的卫生 他懂得卫性 性情 他知道这个饮食 对于生理 它起作用 所以他的饮食 他有选择 凡是性情不好的 他通通不止 他有选择 他晓得说 保护自己好的心情 我在没学佛之前 在学校念书 跟伊斯兰教 大概有一年多的关系 差不多有一年半 我读他们的书籍 参加他们的教会活动 我也参加过基督教 我觉得伊斯兰教 比基督教还要好 我很欣赏 他们的武功武典 很有伦理的味道 以后学了佛了 才知道佛法里面生活 比伊斯兰又要提升一级 佛法不单 卫生 卫性 他懂得保护慈悲心 不施众生肉 是培养慈悲心的 这个饮食才是健全的 卫生 卫性 卫性 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发心所思 那么注意一下 佛法里面 不施五荤 五心叫五荤 你看那个荤是草子头 它不是肉食 就是葱 蒜 韭菜 酵头 洋葱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吃呢 是慰心 保护好的心情 楞严经上 佛讲得很清楚 这五样东西 僧持 容易冻肝火 容易发脾气 发脾气就不好了 不是好事 为什么不能吃 原因在这个地方 熟吃 熟吃这些东西都能够产生大量的荷尔蒙 会引起性冲动 都不好 所以佛才把它禁止 它禁止有禁止的道理在 那你们这家人 这个蔬菜里面 用一点葱 蒜 配配调味道 这个不该是 它不起作用 那个量很少 不起作用 就像酒一样 酒做料酒 放在菜里 不会喝醉 不会喝醉 所以这个要想到 佛每一制定一条戒律 你要去问他 他为什么要制定 我们应该怎样来受持 所以条条戒 都有开源的 开吃饭 他不是死的 条条戒的话 佛地子的生活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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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必须要知道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善的标准 一定要清楚 人天之善 我们在家庭里面 做一个好的佛弟子 家庭当中的一个母贩 一个好样子 一家人对你都欢喜 一家人对你都赞叹 你才是佛弟子 佛脸上才有光彩 你学了佛了 人家看到你讨厌 佛多难为情 你是丢佛的人 你错了 你不能说别人错 自己错了 所以处处我们要为佛增光 要给佛有面子 这个才行 一定要懂得 第二扇呢 就是小臣的提身 声闻原觉 受持三规 居足众戒 不犯唯一 要做到这三条 大臣菩萨身 我们这里是大臣精 所以慈的这个善男子 善女人 是大臣菩萨身 那还要加斯菊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这个劝尽行者 就是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 那么换一句话说 大臣精上所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的标准 就要把这三条 十一句 要统统做到 这才是大臣精上的 世尊所教导的对象 这三条末后 佛告诉我们 佛说 这个三种敬意 是三世祝福 敬意正因 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三世是过去 现在 未来 祝福 要以金刚经 这个意思来讲 从远远教出祝福上 一直到如来 古地 四十二个阶级 都叫祝福 一切祝福 修行正果 法门不一样 比如 我们现前所看到的 我们这个地方 用念佛的方法 有不少人参禅 用参禅的方法 也有不少人 寻觅的时候 用持咒的方法 这就说明了 成佛的方法很多 真的是 法门无量 无量的方法 无量的门禁 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基础没有两个 是同样的 就是观经上讲的三福 所以三福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够提倡 不能够认真学习 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 就好像盖房子一样 没有打地基 那怎么能成就 所以学佛要晓得 从哪里设起 从孝亲 从尊师设起 从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修十三业道 从这样设起 非常非常重要 有这个基础 而后才能够受持赞规 才能够受赞规仪 才能受戒 所以这是首先要把这个扇子 认识清楚 发菩提心 底下 发沃里多罗三百三菩提心 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发菩提心 菩提是凡语 这一句都是凡语音译的 其实可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 古德不凡 这个在《翻经体力》里面 所谓是尊重不凡 对于这个名词 我们尊重它 做它的原因 然后再加以解释 这是尊重 说佛 我们为的是什么 我们求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 摩尼多罗三百三菩提 这一句呢 就是成佛之法 你如果得到了 那你就成佛 成佛就是成就 摩尼多罗三百三菩提 我们今天发心要做佛 发心要正得佛果 佛果就是摩尼多罗三百三菩提 翻成中国的意思 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智慧 是今一些宗教赞美上帝 全知全能 这一句话呢 也就是全知全能的意思 上帝未必真的是全知全能 佛是真 真正的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自信 所以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了 因为你自信里头本来就居足 摩尼多罗三百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不是修得的 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有的 本来有的现在没有了 是因为有障碍 把他仗住了 他不能陷进 身行没有别的 就是把障碍去掉 去掉障碍 我们自信里面 圆满的智慧德能又先前了 就这么回事 这一句问话的意思 我底下讲 我们看出节 大论言 从因之果有五种菩提 这个是大制度论上讲的 如果要是发行弘法 立身 大制度论是很重要的一部书 整个佛法 这些名词术语 大制度论里面都解释得很详细 很清楚 可以把它当作佛学常识 从因 因是粗发因 果是臣妇 从因到果 有五种菩提 菩提是觉 觉有五种 这个五种就是 浅身 层次不一样 第一个是发心菩提 这是浅 这是最浅的 发心 发心 觉悟了 是性位 此地全是讲的 原教 原教 原教的粗性 就非常难得了 原教粗性位 从断烦恼 这一方面来看 等于小臣出谷 他有能力 断三戒 八十八瓶 戒户 这个是 粗性位的菩萨 原教 原教粗性位菩萨 若论智慧 那小臣 徐托凰 望尘莫及 智慧很高 断震 等于小臣的徐托凰 其性位的菩萨 断烦恼的品位 就等于小臣 莫罗汉 可是 其性菩萨的智慧 高过莫罗汉太多 正是所谓 愿人说法 无法不愿 即使是 粗性位的菩萨 它都是 原知 圆见 知见 都是圆 我们讲 圆融 这是法心 第二 佛行菩提 金刚经上所说的 云火 降伏其心 那个心 真的想福了 那么 由此可知 法心菩提 妄念还没服得住 有时候 这个妄念还会起现行 虽然服不住 如果诸位要晓得 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比 我们举个最浅显的例子 念佛 念一支香 通常念佛堂 是以长香作为时间的单位 一支长香 大概是现在的一个半小时 你在一个半小时 念佛当中 会打几个妄想 那个初入念佛堂的人 恐怕那个妄想 数不清 但是那个念佛有功夫的人 这一支香当中 有个三五个妄想 清清楚楚的 你看 那就不一样了 这种情形 发心菩提 没服住 服心 一个妄想都没有了 但是 他这个烦恼妄念 他并没有断 只是他有定功 把他服住 他不起作用 这个叫服心 射注射心 是回向 三十个位次 三十个位次 都叫服心 都是降伏其心 也就是 降伏的程度不相同 有人服得很深 有人服得比较浅 降伏有浅身不相同 把它分成三十个阶级 分成三十几年 这个三十几年 统统是服心 是服烦恼 没断 我们凭着讲 断烦恼 实在上给诸位说 烦恼是断不了的 烦恼哪能断 为什么呢 烦恼也是信得其用 烦恼断了 那自信不断了 哪有这个道理呢 所以讲断烦恼 是个比喻的话 烦恼确实没有了 它变了 所以我佛家讲 转烦恼 把它转变了 转变之后 它就不是烦恼了 烦恼没有了 烦恼就断了 其实它转变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菩提了 所以你现在的烦恼 烦恼多不怕 烦恼越多 讲的一转变的时候 你菩提多 怕什么 不怕 这个我举个比喻给你说 比如这个 做小偷 做贼的 他这个手段很高明 偷窃的手法了 他懂得很多 造一身的罪业 假如他 局落了 回过头来了 知道我从前 造了一身罪业的不好 做的都是损害 别人的事情 现在又回头 他当警察了 专门抓小偷 他的本事高明得很 小偷呢 他都知道 那他就不是小偷了 他变成警察了 保护老百姓了 那个转翻到成菩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一转过来的时候 无量功德了 那个真实 自度度大 转而不是不时段 明信 菩提 这就转了 这就转了 到这个地方 他就转了 明信就转了 所以是明信 见信 见信 成佛 出地到七地 明信 出道菩提 出是超出 到是到达 到达佛的地屋了 八地到十地 八地九地十地 叫出道五菩提 最后的五上菩提 到了顶端 在上面才没有了 这叫五上菩提 如来果味 正正正觉 说阴 也就是从发心到出道 都是阴地 都是在修阴 五上说苦 到这个五上菩提 那是真正的 究竟圆满的果报 这是波若经上 常讲的大论里面 为我们解释的 这属于佛学常识 我们明了就好 欧耶大使 在梅桃经药节里面 跟我们说的 跟我们说的非常之好 他那个说法 是发故人之所未发 故人从来没有讲过 他跟我们讲清楚 是在对我们 很深的一个疑问 他老人家 听我们解答 这个很深的疑问 就是菩提心 到底我们要怎么发发 根据起心论上讲 马明菩萨所说的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世尊 在《观无量寿经》上 讲的菩提心 他讲至尘心 身心 发愈 回向心 实在说 这些名词 都不好懂 古人的解释 我们看了 越看越迷惑 不知道从哪下手 但是大惩罚 如果不发菩提心 那怎能成就 我们念佛 尽总是大臣 不发菩提心 怎能往生呢 可是我们又有一个疑惑 有许多这些老阿公 老阿婆 字也不认识 经也没听过 他就一听到 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往生的时候 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他没有发菩提心 他怎么会往生呢 这是我们很深的疑惑 对了偶尔大师的要解 恍然大老 他老人家告诉我 一个真诚的心 你发真诚的心 求愿往生 那个心就叫 无上菩提心 这我们明白了 这老太婆 虽然是不认识字 没有听过经 她念阿弥陀佛 她真心想 真净土 真心想见阿弥陀佛 他说那个心就是 偶尔大师讲的 无上菩提心 那往生 他是应该的了 他一样也不缺 那这个大臣三福 他样样具足 一点没错 偶尔大师 把这个问题 给我们解答了 解答得非常之好 非常圆满 我们仔细想 越想越有道理 他的话简单明了 这个地方 尊者发问的 位义有三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 因为底下的经文 都是师尊大佛的 第一个 翻为菩萨 续发菩提心 故先问 发菩提心 才是佛萨 不发菩提心 不叫菩萨 所以先问 问发心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初发心 不能如福之 随缘安住 故次问住 佛的 佛的确 在生活上 所实现的 无助而住 助而无助 这是佛 在生活上 形式给我们看的 反复 反复没有这个能力 反复 一定是 其心动念 分别 执着 那么这个心 要安安住在哪里 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的心 要安安住在哪里 第三 有一往心 所起 往力 太多太多了 不能是佛 自然想佛 佛是自自然然的 根本就没有一个往力 所以再问相佛 这一句话 就问了三双事情 那么世尊 底下这个经文 就答复这三双事情 这个是在剥弱会上 要大家彻底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所以不应其烦地 详详细细地解说 得人生 闻佛法 必要发大心 方能修大心 而得大苦 人生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个机会 一定要珍惜 不要以为 这个道场 永远存在 讲经 不会中断 你要是 这样想法呢 你就错了 一定要记住 佛 警惕 我们的话 过途 围催 人命 无常 今天报纸上 你看到的 枯叶岛的大地震 听说 死伤一千多人 几秒钟的时间 世尊当年 说法的道场 现在都成废墟了 你们到印度去看过 临旧山你们就看过 其数借孤独猿 也就看过 废墟了 说明了 故土为粹 人命无常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到 今天的音乐 那你是个聪明人 你是真正觉悟的人 一生当中 我们如果是语言很殊胜 得三宝加持 这一步仅能够在这个道场讲圆满 那不可思议 真的像前面讲 稀有的音乐 我们的心才会在道场 你要想到 来日方长 那你错了 你的心不在道场 你的紧觉心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时时刻刻提高高度的紧觉心 我们心里头真正有佛 闻佛法 一定要发大心 什么是大心呢 成佛的心是大心 我要跟佛一样 我们学佛就是要学做佛的 佛在此所表演的这个处处 点点滴滴 都是我们的学处 我要学习 这一步金刚经 说的是什么呢 是在讲 就是讲的 释迦牟尼佛 日常生活 每一天 如学位大臣去七十 回来吃完饭 洗洗澡 铺坐 打坐 这一步金刚经 就说明他生活里面 所含的意思 我们明了之后 就在我们自己 本分的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佛不一样 但是呢 原理原则是相同的 只是在形式不一样 真正的意思 是在一切生活当中 不着想 学佛的那个清净心 不期望念 那就成功了 那就是佛 就是菩萨了 在学着 所以经历里头 要跟我们说 你为什么会往你 佛为什么没有往你 你为什么会着想 佛为什么不着想 讨论这些问题 真的样样都搞清楚了 样样都明白了 你这才会实行他的 甘心情愿的 要向佛学习 学不着想 学不动心 也成就像佛那样 究竟圆满的智慧 像佛那样自在幸福 所以一定要发大心 假如这个大心 还是发不出来 这个情形很多 念金刚经的人 读得很 几个发了大心 实在发不出来 发一个念佛求生 净土的心 夜心 那就是大心 非常殊胜 绝不亚于 菩萨们所发的 菩提心 那么你所修的心 就叫做大心 你一代的果就是大果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下下平往生 都是大果 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古报殊胜不可思议 这是诸位读《无量寿经》 读《四十八约》 读清楚 读明白 我们看底下这段 善才美誉善有解缘 我已先发 哥勒多罗山的三菩提心 而为之明和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 是之发大心者 必修大心 读想 正修行之切实 下手出眼 那么这是引用 《华严经》上的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我们很熟悉 为什么呢 善才通知五十三参 就讲了五十三遍 这一部经多下来 多一遍 别的句子记不得 这句会记得 重复了五十三遍 当然你就会记得很清楚了 那么换一句话 重复这么多遍 一定是最重要的句子 要不是最重要的 何必重复这么多变速 就是给你加深印象 让你有深刻的印象 不会忘记 这是修学大臣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条件 善才是世尊 是世尊在《华严经》上 假设一个代表 修学大臣的人物 不是指定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要听到 看到善才这个名字 就想到观音菩萨旁边 那个小孩 你就想错了 你完全捉了相了 你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了 你就错了 善才是什么 代表什么呢 善是善根 才是福德 一个有善根 有福德的人 就叫善才 你看《弥陀经》上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英语 得生必够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一发心 决定要往生 极乐世界的人 这个人就是善才 童子是说的 身心接近 就是我们讲 一心专注 无忧杂念 取这个意思 所以善才里面就包括 男女老少 统统都叫善才 是这么个意思 不要把这个名字 凑毁了意思 那么我们今天发心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善才 经常讲善才 那就是讲我们自己本人 这个要知道 它是表伐的 表伐 代表一个修学大臣的人 每一日善友 善友善知识 老师向人请教 一定先说 我以发 我来多了三名三菩提心 这句话呢 就是把他自己 修学的 目标 先说出来 我希望 得到无上证 正当正确 现在向你请教 我要怎样修学 才能得到 人家才好教你啊 如果你自己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你去问人家路 你到外面 迷了路了 你去问人家 请你指一条路给他 人家问你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叫人家指路 人家怎么指给你啊 你一定要说出 我到哪里去 一个目标 人家才能指路给你啊 所以现在 先把他的目标说出来 我很希望成就 无上证 等证就 想你请教 我怎么样修法 怎样才能得到 而未知 云火 许若菩萨行 行是什么呢 生活 释迦牟尼佛天天表演 成的生活 那就是菩萨行 就菩萨道 道是存心 道是心 也就是前面这两个问题 云火降伏其心 应云火柱 这个柱跟你降伏其心呢 都是属于道 行是这样生活 怎样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节目 包括我们自己 一切的工作 我要怎样做 再提出这个问题 然此二问 实在相自 自就是 彼此互相有 密切的关系 主 就是相 相就是主 两个问题 货起来是一桩事情 以决心住 实在讲是一回事 两个问题是一桩事情 佛教给我们 没有别的 叫我们觉悟 禅宗 禅宗 着重在开悟 大车大悟 教下不例外 也是着重在开悟 教下的名字 教下的名字叫 大开圆解 大开圆解 跟中门的 大车大悟 没有两样 一个境界 在念佛法 在念佛法门里面 叫做 理一心不乱 理一心就是 明心结性 明词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统统是顺 一桩事情 这个问题 是在般若会上 提出来 假如在弥陀会上 提出来 哎呀 大夫就很简单了 不用这么麻烦 应云和珠 那么阿弥陀佛 心要住在阿弥陀佛上 就行了吧 云和降伏其心 那么阿弥陀佛 不都解决了 大夫的干干净净 圆圆满满 这个很重要 这般若会上 怎么住 怎么享福 我们真的搞不通 金刚经纵然 详细给你讲完了 你依旧不晓得 怎么住 怎么享福 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但是我传给你 这个法门呢 那是千真万确的做事 一点都不错 先住在阿弥陀佛上 怎么样 相互妄想呢 就用阿弥陀佛 相互妄想 念头一起来 拿摩阿弥陀佛 把妄念付出 就相互住了 心里头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心就真的 安住在净土当中了 你能这样修学 没有不往生点 往生决定是品位高高 所以我们要